1node的塗鴉單元也是一個與同學互動的好用工具 選按新增單元 塗鴉 輸入單元名稱 塗鴉說明 選擇塗鴉圖片 調整圖片顯示範圍 按下確定 最後按下儲存 這樣塗鴉單元就完成了 請記得按下發布 才能在課程或是群組中看到最新的內容 塗鴉單元的圖片必須是4比3的比例 我們可以利用免費的影像處理軟體 如Photocap 將檔案開啟後到影像版面大小 將版面寬度設為1024 高度設為768 讓原本的影像放在正中間 按下OK 將檔案儲存後 這樣就可以符合塗鴉單元的圖像比例了 選按直線繪圖工具 就能開始作答 完成後按下提交 Doyen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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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